你还记得我之前 跟你讲过的 小女孩的故事吗 这里 就是我们被绑架的地方 怎么了 怎么了 我来过这里啊 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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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风云 贵婷 赶紧把账物给我拿来 要不然以后 你再也见不到你儿子 我不会再相信你的鬼话了 老张已经告诉他了 你怎么没报警挖我开门 童少爷 走 我想起来了 哥哥救我 哥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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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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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哥哥 我实在跑不动了 在这里等我 我去找人来救你 哥哥 我害怕 别怕 你就当这一切立场噩梦 醒来就没了 我怕这噩梦 放心吧 我会把你噩梦里的东西 统统都赶走 好 当天发生的事情 都想起来了 嗯 就记起来这些 那我后来回去找你了 但是你不在哪儿 你去哪儿了 我想不起来了 我只知道我当时很害怕 没事 对不起啊 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方言 这么说来 你的病因应该是找到了 嗯 按照你们俩的讲述 你们两个同时被绑架 方言因为受到了极度的恐惧 所以患上了心音性梦游症 至于你当时唯一想不起来的画面 应该就是你恐惧感的最大来源 那是不是说 如果他想起来了 直面恐惧 他的梦游症 就能好呢 很有可能 那我 我什么都没想起来 没关系 早晚会想起来的 以后我们有得试试见 没想到我梦里的那个小哥哥 竟然是你哦 竟然是你哦 听你的口气还有点失望 有吗 有吗 好 嗯 差不多